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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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田的时代 父人可能会因为情绪不安 易怒失眠的症状去求诊 那当时医生呢 是用双手来帮他们治疗 其实真正的病因就是欲求不满 那为了因应医疗需求的进步呢 所以发展了会动的按摩棒 所以按摩棒的原生就是医疗用品 那现在大家呢 为了追求性生活的品质 情趣用品有了多元化的发展 情趣用品它不会有极限 只会越来越贴近人性 因为现在情趣用品发展到至今 已经可以知道我们阴道内部的温度 内建感压器的部分 可以侦测我们肌肉的张力等等 所以我们会非常的期待 每位女性在未来都可以做自己的阴道检测 像是知道我们的湿润程度啊 敏感带啊 还有阴道内部的情形之类的 所以情趣用品它不会有极限 只要人有需求 就会有无限的可能 这经常是个案会提出的问题 他们通常会讲 我的另外一半不喜欢吧 我的老婆很保守 他们不会想尝鲜 所以我们就会问她说 诶 是你自己没有提出来呢 还是对方真的不会喜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边提出三大步骤 好 心动 好呢 就是知道情趣用品的好 那挑选好的情趣用品 那心呢就是贴近对方的心 了解伴侣对情趣用品的想法 那动就是心动不了马上心动 如果有乐趣的话 买就对了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多多多多多数个小联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